家中浴室水龙头坏了要找人维修 但却有网友指扣 找人修水电换水龙头跟清管线 却被开天价 怀疑自己被坑了 贴文说因为觉得水龙头水压变小了 想说是太久没清理 请家人找附近评价不错的水电工来修 一修完看到账单真的傻眼了 上面写台湾制沐浴龙头要5800元 疏通管线要8500元 总共14300元 但上网查行情价大约只要3000多元 竟然比别人贵了四倍 听起来蛮吓人的 听起来价格好像蛮高的 因为这个水龙头该一两千块 好像有点贵 材料的话应该是在2000到5000块之间 说5000块这个行情 我觉得是超出我们的行情 修个水龙头最后竟然破万元 想找水电师傅问清楚 结果发现他留的地址居然是留假的 根本没有这家店 打电话过去对方还说不清楚 贴文曝光网友也说感觉你就是被坑了 我是不是多看错一个零 正常价钱应该是三分之一 清理管线的情况要看你房子的屋龄多久 水管的条件允不允许 如果是单口的排水水龙头的清理的话 应该我们的收费在3000到5000世界 原本清排水孔加上换水龙头 基本6000元就能解决 最后却被收了14300元 要找水电师傅也别只看网路评价 如果有亲朋好友消费经验实际推荐 可能才更能闪避地雷 别被坑前又一肚子气 记者高雄采访报道 我是张贝兹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市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市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 扫铃铛 保护银行